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加入早上时整点新闻 我是黄鹏人 新闻一开始 戴秋荣要告诉我们 在今天再次追查二次经改 传唤了彭怀男胡胜正 详细的情形交给戴秋荣 好的 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 特政组持续来进行约谈动作 那么既昨天呢 是来找来了前财政部长林全 还有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毅 今天持续传唤了三名的证人 那么这三个人呢 是包含是现在的央行总裁 彭怀男之外 还有前经建会的主委 也就是这个胡胜正 还有就是前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这个陈永诚 那么根据了解哦 那么大概是9点50分左右的时候 胡胜正是已经现身在特政组 那么根据所有的问题呢 通通是避而不谈 看一下现场画面 他传票上怎么写呢 当时你们在这个二次经改 对小组的时候的时候 决策的过程 大概都是谁可以讨论的 谢谢 这个主导的主导权是谁呢 做什么主导的地位 因为这个经建会的小组 那他一直声称说 这个没有财经的权利 总统有没有指示 还是说有巫淑贞夫人 想一下 帮我们谈一下 总统是不是有财经的权利 那他到底有没有干涉到 你们在二次经改的任何一个季节 为什么要用现实限量的方式呢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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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除了这个前经建会主委胡盛政 是已经进入到特征组之外呢 在稍后的也就是十点钟的时候 前国安的咨询委员陈永成呢 也已经是进入到了特征组 那么根据了解 今天发出了三张证人传票 还包含央行总裁彭怀南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现身 传出他很有可能来请假 那么事实上 今天会找来这三个人 主要是因为 特征组在查这个企业汇款案的时候 发现有些部分的金控高层呢 在二次经改前后 曾经把钱汇进贬家 夫妇这边 所以呢 约谈了二次经改的行政院五人小组 来了解整个决策过程 那么稍后如果有最新消息 随时为您查播报导 先把现场交换 欢迎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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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